血压膏血糖膏血脂膏都容易性功能障碍 不管是國企困難 或者是射精困難都會有影響到 最大希望性生活美滿 當皺紋變多的時候抬頭紋變多 耳垂的線變多的時候 其實真的是暗示你 心血管疾病風險很高 我一般會建議兩個大原則大方向 一個是211餐盤 那另外一個東西叫dash飲食 就是德書飲食 那這兩個飲食的話 如果有掌控了得宜的話 其實也會讓脂肪肝跟胰島素肚抗受 獲得改善的 高血壓已經不是老年人專利 有許多年輕人竟然都也罹患高血壓 而且根據資料顯示 全台灣有1 4分的民眾 正面臨高血壓的威脅 而且他的自助力是非常低的 高達70%的民眾 根本不知道自己是有高血壓 所以難怪會被稱之為隱形殺手 所以今天也邀請到 洪醫師以及我們的營養師也要來分享說 到底高血壓有沒有一些徵兆呢 我如果真的有高血壓 我應該如何保養 但首先我們要請問洪醫師 那我們高血壓 他到底這個病因或是成因 到底是跟什麼比較有關係呢 台灣真的每4人 就有1人有高血壓 千萬不要等到中風的時候才發現自己是那一個 那大家大部分的高血壓 5%的人 只有少數5person的人 是有特殊的疾病原因 舉例來說一些腎臟問題 有一些內分泌問題 呼吸中止症之類的 95%的人是沒有明確其他疾病 可是沒有明確其他疾病會跟生活最有關 尤其是長者的部分 最有關係的是血管硬化 當血管很硬的時候 我們叫血壓的壓力怎麼樣 我們血打出去 它會有彈性擴張 可是如果你血管很硬的時候 那它就撐不開 所以它沒辦法配合的撐開 這時候水的壓力就會很大 所以這時候我們血壓就會非常高 那聽說醫生你自己在看門診的時候 確實也遇到說 這明明是高血壓 但是怎麼醫好像都是有狀況 後來發現說 真的是一個鬧烏龍的事件 因為我們平常會有一些巡迴醫療 所以我們會到廟口去看診 那在廟口看診的時候 阿嬤已經固定在拿血壓藥 長期控制還不錯 一直控制還蠻良好的 那可是有一陣子突然阿嬤血壓 平常控制都大概12080左右 突然那一陣子血壓都衝到大概 150、100 那阿嬤就會開始說 阿嬤你的油是不是 不好不好 可是問題是藥都沒改啊 我們就跟阿嬤講了好多的原因 阿嬤說你的油是不是變成了 因為阿嬤一直否認自己生活 怎麼改變 沒有吃比較鹹啊 沒有吃比較油啦 沒有運動比較少 沒有失眠 阿嬤都回答得非常良好 那因為那種巡迴醫療 所以在偏鄉嘛 所以可以直接去病人家裡做訪事 我們就去阿嬤家去看一下 阿嬤家吃兩大箱 咳嗽糖漿 感冒藥水 真的喔 兩大箱喔 大家不是買一罐 阿嬤是兩大箱喔 就整箱的喔 阿嬤這箱是在... 阿嬤就說 阿嬤你不滿 我跟你說 這個喔 如果在這裡睡起來喝一罐 精神會比較好 然後喔 如果頭痛喝一罐會好一點 5號 如果下午的時候咳兩聲也是喝一罐 那一天喝很多罐耶 所以阿嬤說 我聽起來不管那什麼都是喝一罐 反正有任何症狀就是喝一罐 可是 要提醒大家 這種感冒糖漿裡面有含有一些成分 舉例來說像是鼻塞成分的麻黃素 這部分會造成血管收縮 血壓成高 裡面有一些甘草 也會造成血管收縮 所以這些都會 講完之後家屬瞬間沒收的阿嬤那兩大箱 然後阿嬤說 阿嬤這兩聲我生活要怎麼過 家屬就不管他 反正就是沒收 自從沒收之後 血壓就比較好了 所以就是提醒大家 生活還是有一些物質 會影響到我們的血壓的狀況 所以用藥 或者是一些我們額外的成藥 還是要特別小心 這很多長輩其實都會自己當醫生 大家很多時候以為 血壓只是血壓 可是血壓永遠不是只有 血壓它本身而已 全身器官都會出事 因為血管漫步成績 是的 因為全身的器官都需要血管 所以血管到哪邊 壓力過大的情況之下 有可能它就會爆開了 而且長期的話也會造成病變 我們隨便舉一個例子 就是我們可以想像 尤其在腦部的血管 它其實薄到 我們平常血管裡面 不是大家說有肌肉嗎 或有彈性嗎 其實很多時候 腦血管薄到只有一層皮的程度而已 腦血管這麼薄 而且細到就是 比你這看到就是 這麼這麼細 就是那種頭髮髮絲的細度的程度 所以甚至紅血球要經過的時候 還要急一下 要變形才過得去的程度 所以當壓力過大的時候 很容易就爆開了 變腦筋就是 俗話說變腦筋 想到哪裡哪裡會出事 想到心臟叫心臟 想到腦部叫中風 想到腦部叫腦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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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四處都有可能會受傷 所以我們可以舉幾個例子 在心臟會容易 心肌更腮 長期心臟壓力大 因為血壓高 所以心臟很努力把血打出去 心臟要很用力 所以心臟負擔過大 過負荷叫心衰竭 那當然腦部的部分 有可能會缺血 或出血性的腦中風 都可能發生 那因為壓力太大 像我們的血管 有可能會主動賣玻璃 直接裂開 這是有生命危險的 像是腎臟長期的話 變成是腎臟病變壞死 以後變成是走到了一輩子起腎的一個階段 那在周邊的血管的話 有可能就是周邊的血管 因為血流供應不足 最後需要節制的一個階段 那跟大家分享一個 實際遇到的一個案例 有一個阿伯 他一開始來就是覺得 胸口一點點怪怪的 其實沒有到太嚴重 那當然我們就照了一個X光 就發現他胸口中間 好像那個叫做中隔腔的地方 兩邊是黑黑的肺 肺跟肺的中間的距離擴大了 那肺跟肺兩邊的中間是什麼呢 就是主動賣 那我們覺得這主動賣 比原本還要大的時候 比一般還要寬 我們就要懷疑說 他們可能主動賣玻璃 叫阿伯去躺著不要動 因為主動賣玻璃超危險 叫阿伯躺著不要動 因為阿伯當下血壓已經來到了200多了 那很高耶 非常高 正常是120耶 跟阿伯說躺著不要動 可是阿伯就 他就是要上廁所 我長期都血壓高 我沒在怕這樣 本來我以前都這樣 結果阿伯才不要躺著 在那邊用尿譜 結果阿伯去廁所走出來的瞬間 就直接倒地了 然後當下量血壓幾乎完全量不到了 因為他主動賣已經嚴重 整個撕裂 所以血打不出去 變成是瞬間要去手術 那所以高血壓是很危險的 有可能會造成主動賣玻璃 跟其他剛才說的重要的疾病 那像其實像之前納豆我印象很深 他就是腦中風嘛 其實他也是有三高 三高前景這樣 那還好是說 他當時的女朋友是有護理師的背景 所以他用了一個運用的口訣 去幫大家把他的生命給他救回來 那醫生你可以跟我們分享 到底是什麼樣子一個口訣嗎 叫微笑舉手說你好 微笑就是 如果有中風的人微笑的時候 就會出現臉部的不對稱 所以笑一個 自己笑一下 有有對稱 有有有對稱嘛 那接下來就舉手說嗨 那時候納豆說是在吃飯的時候發現說 他手會慢慢的往下垂 舉起來的時候會自己往下掉 或是根本舉不起來 單邊肢體無力 那說你好的時候 在中風的人身上的時候 他說的字句會不太清楚 好 就是有那種 就跟平常講起來 只要是熟悉的人 就會覺得你講話不太順 那這是給大家一個中風的 注意事項的一個口訣 高血壓一般 如果說沒有 我還沒有到高血壓 但是我血壓高的時候 他會不會有什麼徵兆 比如說我頭暈腦脹 這個跟之前大家在 張志佳的這個案例的時候 就有很多人去講說 他事前就說好像有頭緊緊的 撥杯杯的 可是我們想跟大家分享 最重要的概念是 高血壓大部分 為什麼叫做 無聲沉默的殺手 都沒有症狀 都沒有症狀 很多人來看人說 阿嬤跟緊緊緊的 然後懷疑血壓高 就像頭部很痛 那個血壓高 量血壓的血壓也真的高啦 可是我想要跟大家說的事情是 不是因為血壓高造成這些症狀的 血壓高大部分都是沒有症狀 即便你血壓來到180 你也不見得有症狀 大部分是因為你的這些 身體的不舒服造成的血壓高 舉例來說大家有時候剛好 手被你們夾到 還是撞到突然痛 自己去量一下血壓 當下血壓都會瞬間衝很高 情緒來了也會瞬間衝很高 所以我們可以分享我們遇到的一個阿嬤 就是 他來看診的時候第一次量血壓 因為醫院現在看診都要量血壓 阿嬤量到了 160 90 阿嬤就自己覺得說 我頭部很猛的 應該是 血壓高頭很猛的 還沒有量到160 90 都不覺得自己頭很猛 瞬間就頭部很猛 那阿嬤就說 我沒有 我以前都沒有這麼高 我一定要再量一次 第二次量 180 100 又更高了 阿嬤說我覺得我胸口有點怪怪的 我覺得胸口有點悶 覺得有點不舒服了 阿嬤量了第三次 第三次來到200多 這麼高 來到200多 阿嬤說我覺得我有點呼吸困難了 我覺得越來越不舒服了 我們就跟阿嬤說 阿嬤這時候就開始 我覺得我快要整個了 快要暈到了 很焦慮這樣 結果到了急診 他只做了一件事情 我們給他一些鎮定劑 然後阿嬤起來就回復正常了 所以阿嬤就是嚴重的焦慮 到接近恐慌的程度 所以造成血壓非常高 所以阿嬤長期 也是有焦慮症的狀況 所以後來焦慮症的藥物在使用之後 阿嬤過去一直沒有控制很穩定的血壓 突然就很穩定了 那有沒有什麼 譬如說我當我覺得說 我好像真的有點不舒服 我覺得我好像血壓高 我有什麼方法可以讓他血壓稍微降低一點 我們建議大家平常還是要 不要用症狀來決定你的血壓 每天都要記得認真量血壓 就是認真量血壓就對了 不管你說任何原因 我們都說量血壓就對了 那如果說你量到的 有時候真的特別危險的數值是 180 120 這個數值是需要立即就醫 我們稱之為高血壓的一個急症 又叫高血壓的微象 危險跡象那個微象 那這個數值的時候 有可能直接造成器官的一個傷害 不管心肝腦腎這些重要器官的 直接的一個傷害 而如果你平常量到自己血壓高的時候 還是要再次確認 因為有些人量的時候 當下憋尿尿很急 尿很急 血壓可能差到20 30 那氣溫如果每差30度 血壓可以差到20 所以保暖要足夠 如果平常哪裡痛 像是有一些膝蓋退化疼痛 一些適度的止痛 也是會對於血壓有幫助 所以這些生活一些小事 都可以去注意一下 不過醫養師這邊你在門診的案例中 有沒有你觀察到哪一些人 真的特別容易是高血壓的危險族群 基本上我的客人 這邊都是來減重 對 都來減重的 所以在體重過重的 這一個群組的人 確實高機會都是血壓比較高的 有之前醫師有講過說 你很多是胰島素組抗的 然後其實他對於這個高血壓 其實他有一個很正相關的關係 沒錯 因為如果身體當中 你的胰島素分泌量相對來說是比較高的時候 因為胰島素它會保留 鈉跟水分在體內 那你的血壓也會相對來說比較高 那假設說我真的發現 我有胰島素組抗 我真的脂肪肝好了 那我應該怎麼在飲食上去做一個調控呢 有沒有什麼好的方法可以來解決 OK 我一般會建議兩個大原則 大方向 一個是211餐盤 那另外一個東西叫dash飲食 就是得輸飲食 那這兩個飲食的話 如果有掌控了得宜的話 其實也會讓脂肪肝跟胰島素組抗 是獲得改善的 那低碳飲食的話最主要就是 它的比例是211餐盤 大家可以掌握聽一下211這個原則 這樣子餐盤是這麼圓圓的嘛 那我們的二分之一就是蔬菜 那另外的話四分之一跟 兩邊的四分之一一個就是蛋白質 那另外一部分就是全骨雜糧類 所以我們的餐盤當中就會有 比例是2的蔬菜 那蛋白質跟我們的全骨雜糧類就是1比1 所以它叫211餐盤 所以你每一餐其實就可以掌握這樣子的比例 來攝取食物 那另外是不是在少油 少鹽 戒鹽運動在飲食調整上 就是可以做些什麼樣子的一個改變 所以一般會建議一天大概是6公克左右的食鹽 一天6公克 6公克左右 像我們那種買市售的那樣子 一罐小小罐的 裡面不是有個小湯匙嗎 那個一小瓶匙大概等於1公克左右 哇 就6小匙而已嗎 對 一整天 那像醫生其實現在很多中年男子 真的到高霞的時候 他們不願意去面對 其實會常常會有一個疑問說 我高血壓會不會會導致我性功能障礙 這個是真的嗎 高血壓跟性功能是非常有關的 其實三高都會 因為血壓高 血糖高 血脂高 都容易性功能障礙 不管是勃起困難 或者是射精困難都會有影響到 原因是因為我們的血管品質不好 我們的陰莖其實是一個海綿體會去沖血 那如果說你的血管品質不佳 你就很難把血沖得滿了 那而且會影響到神經病變 所以換句話說後續射精也會跟著變得困難 所以大家希望性生活美滿 三高一定要顧好 再來其實最近還有一個我覺得討論度很高 就是你抬頭文比較多 或是你的耳垂是有皺紋的時候 是不是代表你高血壓 或是心血管疾病的比例是比較高 這是真的嗎 因為很常在社群媒體 大家會轉傳很多醫療資訊 轉傳的時候還將功德無量嘛 最後大家都會提到這句 認同請分享 大家裡面知道很多時候訊息大部分是錯誤的 可是這一句是正確的 喔 這個是真的 這一句就是正確的 原因是因為 當血壓長期高 或三高長期出現的時候 血管品質不好 那我們知道 耳垂跟額頭的部分 都是比較算是身體最末梢的一個地方 所以血管會比較受損 比較小條的會先受損 而且末梢循環會先被影響到 那我們知道我們這些膠原蛋白 包含這些皺摺都很需要膠原蛋白去支撐 我們的皮膚的彈性水嫩 那所以當我們這血管品質不好 提供的血流跟養分變少的時候 這些末梢的膠原蛋白就會慢慢的損失 流失皮膚皺摺就會慢慢變多 所以當皺紋變多的時候 抬頭很變多 耳垂的腺變多的時候 其實真的是暗示你 心血管疾病風險很高 那問一下營養師 就是很多長輩真的很喜歡自己當醫師 那我們到底如果真的高血壓的話 我的飲食策略應該要怎麼做呢 除了掌握二一餐盤之外 其實就是我剛剛提到的德蘇飲食 那我稍微來解釋一下德蘇飲食的內容 它最主要就是在提倡說 我們應該是要高膳食纖維的飲食 以及高鎂、高甲跟高鈣的飲食 澱粉的話我們通常會比較建議是全骨雜糧類 所以一般的比如說常見的白米飯 或是白麵或是吐司饅頭 這種比較精緻的澱粉可能就不是那麼適當 那第二個部分我剛剛提到蔬菜的攝取是很重要的 一般的話我們的份量其實可以記一個口訣啦 五七九這個大家普遍應該有聽過啦 那七的話就代表一般的女神成人的女性 九的話就代表一般的成人男性 那七是什麼意思 就代表你的蔬菜可能要有四份 對所以一整天可能要有四份 那水果的話就是兩份 那男生的話可能就要吃的比較多了 因為九嘛 所以呢就是你可以掌握一下 比如說蔬菜可能是五份 那水果的話可能就是三份 那所以三到四份這樣子 所以就是每一個人的狀況 可以依照就是我們不同的原則下去做選擇 再來的話呢一般蛋白質啊 得出飲食有一個重點 他會建議吃白肉為主的蛋白質 所以白肉常見有哪些 比如說雞肉 魚肉 海鮮 這類型的蛋白質會是比較好的 最後一項的話就是油脂了 一般的話我們其實現在市售最多的是 大豆油跟葵花油 那這類型的油脂其實沒有到那麼合適 因為它裡面脂肪酸 Omega-6脂肪酸是比較高的 但這類型的油脂其實會讓你身體 比較容易發炎 所以我其實會比較傾向換成 比如說橄欖油 酪梨油或是苦茶油 這三樣的話其實才是一個比較好的油脂 那生活當中其實堅果也是一個很好的東西 所以也可以著量去做攝取 那像我媽媽她自己就會跟我講說 我每天要一杯苦茶油或是橄欖油 這樣子是可以的嗎 一杯要看她的杯子打響 她大概就是像這樣的杯子 對我來說我就覺得直接喝油這件事我很難接受 但她就喝得很愉快說我親父母都這樣喝 這個真的對於我們飲食來說是健康的嗎 那一般的話其實我們一整天會希望大概是6茶匙的油脂左右 6茶匙也沒有很多耶 沒有很多 因為沒有茶匙 就是剛剛像我們一般放鹽的那個茶匙嗎 6茶匙 沒有茶匙大概是5cc左右 喔 大喔 對對對 有看過那種比如說外面吃藕仔麵線那種白色塑膠湯匙嗎 有 有 那個湯一湯匙等於3茶匙左右 所以你一整天的油脂大概是那個湯匙的2湯匙 那我知道我媽媽的問題是 因為她一份量就是2湯匙 所以基本上還沒有加她平常飲食加的油 所以基本上也是超量 像你之前在門診整間遇到一些客人 你如何幫他們透過飲食策略的指導 讓他們真的可以遠離高血壓 有沒有這樣子的案例可以分享 有 曾經我有個客人大概來的時候是120公斤左右 然後大概我們的飲食控制下約大概6到8個月左右 她的血壓原本是偏高的 就是醫師已經診斷她是偏高 是其實可以吃到藥物了 但是她想要靠減重跟飲食讓她慢慢是變正常的 所以後來經過6到8個月之後 她的體重我記得應該是降到80幾公斤 然後她的血壓也就正常了 這樣她等於瘦了將近要40公斤欸 對 所以本來應該她是要吃高血壓藥的 對 到後面通過飲食策略這樣調整 那醫師我想請教一個問題 很多人其實很抗拒吃高血壓藥 也是因為他們覺得我一旦吃了 我一輩子都要吃了 這是真的嗎 我們不是因為我們吃了高血壓藥 依賴高血壓藥 而是因為我們血管的硬化 所以我們需要了血壓藥本身 所以血壓藥有人吃了以後不用吃 這是可能的喔 所以我高血壓是可以逆轉的嘛 對不對 這是可能改變的 就是穩定控制卻不需要血壓 是可能的 我們也遇到阿伯就這樣 我們就跟阿伯講完這一套的道理 對不對 我前面舉例這麼多阿伯說 真的嗎 有可能不用吃藥 好 醫師你開了 做這麼多改變這麼累 不然你開藥我要吃我生活照顧 我真的還是要提倡 真的你長期就算你沒有到高血壓 你長期持續的血壓高其實也真的是不太好 那當然就是量血壓是一件事情 當然我們健康 健康指引也很重要 如何健康飲食 來讓我們遠離高血壓呢 今天就真的非常感謝營養師 要來教我們一個健康料理喔 好那很謝謝我們營養師 今天要來教我們什麼健康料理呢 好我今天要帶給大家的是 鮭魚然後酪梨堅果五色沙拉 那今天的食材要準備哪一些呢 可以看到我們桌面上的話呢 其實最主要就是鮭魚是它的主食材 那鮭魚的話最主要就是深海魚嘛 所以它富含Omega3的脂肪酸 那可以抗氧化抗發炎 那除此之外的話呢 我們這邊還要看到非常多的蔬菜 蔬菜的話其實可以依照每一個人口味啦 好那我們現在怎麼開始做這道料理呢 好首先是橄欖油 我們可以依照自己的就是 普通在家的習慣啦 對對對 其實如果用鮭魚的話 應該油脂也可以不用倒那麼多 因為本身魚皮就有蠻多油脂的 沒錯 然後呢再來就是等鍋子稍微熱一點點 我們就直接下鮭魚 其實主要就是先把魚煎熟這樣就可以對不對 因為其他我們沙拉就等於是拼裝 是沒錯 然後因為鮭魚如果你長時間一直翻攪的話 它其實會比較容易散掉啦 所以就是技巧呢 就是你一面煎到它側面三分之一熟之後 你再翻面 這樣會比較不容易散掉 再來就把我們的重頭戲鮭魚放上來 OK 最後的話呢就淋上我們的油醋醬 其實油醋醬也可以個人口味 如果要加點檸檬應該也還不錯 對 沒錯 好 OK 那我們就大功告成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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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